事後不走了 做個簡單的記錄吧 現在是晚上的11點 今天是2021 2022年1月11號 今天的一天 仿正就在去那個 有一個售樓部 叫酒井台 咱這兒有四臺電 其中有一臺是黑屏開不開機做了個系統 然後我把打印機 共享打印機調了一下 再一個就是還有個機子 他用360的殺毒 那個刪那些流氓人件 他可能是不知道咋用了呀 我的電腦 那些文件夾全都打不開了 沒辦法 走開重裝了 這系統 這兩開電腦折騰完了 都已經到中午現在下班了 到下午1點半 到他那個售樓部那邊 又調了兩個電腦 基本上有一個是開不開機 但是到這我一按那個顯示器 後邊按鈕 按了一下就開這樣 不知道為啥 但是他們說他們按過了 按了一個就是開不 這個簡單的把裏面優化優化清了清垃圾 還有他旁邊那個電腦也是來回彈廣告 他從網上下了個WPS 不知道是怎麼下來 可能是從那些小網站上下來 戴下來一堆流氓軟件 一直往下蹦廣告 下了個360安全衛視 那個有一個急速版 那個可能文件也小 好像也不談廣告 那十多晚下午都四點了 哎呀要不說這個四點這個時間比較尷尬 下班回家吧 還有兩個小時時間比較長 去公司吧 也待不了多長時間 來琢磨來琢磨去 還是還是去上班吧 大公司那還 正好那個網吧 有兩個才快地的 修了就 撞了一個一體機 折騰來正能去下班了 今天一天就這麼過去啊 哎呀 還有一個事我得說說 我的身體 我的脊椎骨可能感覺好像是有點變形了 有的時候走路老感覺一個腿長一個腿短 我感覺這脊椎 我有點彎有點變形了 不知道是因為跟以前 不然生活習慣或者說幹活 累積時間長了導致 哎呀好像感覺我估計是 變形的概率比較大 這要是變形了 哎呀沒準就動手術 哎呀動手術那錢可多了 好幾十萬 脊椎骨不是憋的地方 一動動不好了 未至就癱瘓 躺床上動不了了就 哎 你沒去醫院檢查了也不知道 可能是自己嚇自己吧 就說到這吧 今天一天古道來古道去 修了那麼多幾台電腦 修了那麼幾台電腦 一天過去啦 時間過得真快呀